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瑞姆雷風子 這次訪談教你藝術創作的靈感珠和激發 包含素材蒐集整合 現在有很多的媒材可以創作 特別現在很夯的數位創作 關於數位藝術品的價值 訪談中也一併深入探討 藉由這次的專訪 請老師分享如何賞息 寫意與超難懂的抽象藝術作品 期許透過專訪之後 各位朋友的作品能更有創意 日後像陳偉老師一樣舉辦展覽 成為藝術家 有很多媒材可以去創作 像之前就是一根香蕉 連在牆壁上也是可以刺手 對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像藝術的比例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藝術界就是百家正名 所以藝術的定義是怎麼樣 事實上已經變得很明顯 就是好像你能夠講出一套說詞的話 它就是一個藝術品 就像那個香蕉一樣 在藝術品的一個城景 你必須要去關聯到藝術家 他的成長經歷 他的背景是怎麼樣 還有他的學習過程 你才能夠了解說 他這個作品的意義在哪裡 從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切入的話 就是說 不管今天這個畫面 它是一個 就像畫面一樣 或是抽象畫面一樣 我可以把它歸納成 從基本的點線面明暗 以下去做一個分析 很早見 現在有一些叫八二十的視覺 裡面有一些老師提出來 但是再用到現在還是蠻受用的 當你今天不了解這個藝術家 或是說你不了解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可以先從基本明暗的架構 去看這個藝術品 還有去分析這個藝術品 關於立體的部分 有記的造型 無記的造型 還有這個造型 它的視覺感受是什麼 所以其實藝術品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很直觀的東西 以後就是以後我們去看一個 一個展場的展覽 還是有必要去看一下人家的一些資料 我想看看是有必要的 你才能夠知道 這藝術家他在搞什麼 透過藝術家對人的背景 或是他所成長的過程中 去瞭解說他的創作作品的那個 後面的生產 他會有他的一些想法 會在這個藝術品裡面 他想要表現 那可能他沒辦法用講 所以他只要把它做出來 一件作品裡面 你覺得他最重要的精神是 他才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品 要有他的價值所在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藝術的精神性 他是一本的書 但我覺得藝術的精神性 他就是這個作者 他有沒有對他自己負責 他對於他自己 創作的這個歷程 從他開始學習 一直到他能夠 獨自發表作品 這個過程 他是不是能夠 堅持他自己的初衷 我覺得初衷很重要 你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回歸到你的初衷 再來就是說 你要沒有辦法對客戶負責 藏家 喜歡你的東西 他給你買 代表他欣賞你 那你是不是要用 用 同樣這一種 你對待 你自己的創作歷程 這種心態 你要持續去 去為你自己的這個 創作之路去努力 這種精神才是 藏家他希望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 藝術的精神很重要 像我今天可能是一半的素人 可能不是本科的 不是相關的 一個素人 今天來我這邊學畫 那之後啊 一直有一些創作 那我要怎樣才可以說 定位說 always藝術家 因為藝術的東西 它就是很主觀的東西 所以通常 你要提出一個 類似什麼樣的證明 就是會用比賽 最簡單就是比賽 再來就是 辦展的部分 你至少你的創作的歷程 你要累積到一段時間 你才能夠獨自發表你的作品 然後你要能夠為你自己的 你的創作理念 站得住腳 當然 你會接受很多考驗 沒有錯 但是你如果能夠一直去 堅持所謂的 藝術家精神 那你就有後 只能被成為藝術家 你要如何成為藝術家 你一定是要從頭開始 而不是說 現在很多跳躍式學習 也許當你被檢視的時候 人家就會 發現比較多的問題 基礎有紮實 這個意思 對我想 其實不管你做哪一類型的藝術 就是當你把基礎學好之後 我想應該在你的這個 創作的歷程上面 會 就是剛才我講 你會有很多問題 是你會已經解決掉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作品 就是可能很寫意啊 或是很抽象 那我想要請陳偉老師幫我介紹一下作品 寫意的作品要怎麼去判斷 他的好壞 或者是要怎麼去感受他的血液 這個當時那種感性的情況下 畫出來的那種感覺 寫實跟寫意的差異 在我認為我覺得寫實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畫得很精緻 那第二種就是 他把這個場景的氣氛 他把它凍結起來 比如說像 林布蘭 他就是把他的這個 空間的氛圍 凍結起來 所以人家說 林布蘭是 最會畫黑色的畫家 那遠看很寫實 近看你會發現 他事實上他是猛猛的作品 所以寫實並不代表說 我要畫得跟照片一模一樣 那是其中之一 所以寫實大概分這兩種 那寫意的部分呢 就跟畫的戲份比較有關係 他可能有很多東西 他並不是做得很精緻 可是會讓你覺得 這個畫面 他有東西 他有光線 所以我覺得 在一幅畫裡面 你要能夠把這個光線處理好 所以他的作品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 蠻賞心悅目的作品 這是我覺得 在寫意的作品上面 除了說 比較一些流暢的色塊 或是流暢的筆觸 再來就是說 他的氣氛你要營造也很出色 這是我覺得血液跟這個寫實 比較大的序列 說到的是氣氛 對對對 氣氛 那因為我想 你今天這張圖 你是要放在哪邊 氣氛很重要 你在室內買了一盆花 那整體室內的感覺就很不一樣 不會說 這室內是一個很單調的 一個單調的空間這樣 有一盆花的感覺 看起來就會很舒服這樣 而且有點血液的精神 就是在這邊 是是是 那我們請陳衛老師 幫我們介紹一下 血液的作品 要怎麼去做一個喪息 血液的東西 剛才講到的就是說 他的這個氛圍很重要 清淺的感覺 還是說 陽光照下來 很有精神的感覺 還是說他今天是春天夏天 血液的東西重視的是 他的氛圍 而不是於他的這個形狀 或者說他的相似度相不相 像這一幅作品的話 我用一些濃淡的色塊 去代表他的輕重 而我們講血液的東西 到抽象的東西 其實這樣他會有到一些音樂性 或是有一些畫畫裡面的一些節奏在裡面 那我這個是一個爬山的山景 那我用一些線條跟色塊 讓他的節奏是比較輕快的 而血液的東西 他還是必須要有空間的存在 所以我的遠方 跟前面這邊的顏色 你的濃度不一樣 遠方的顏色就會比較大 前面的東西 層次、筆觸、濃度 都會增加比較多 來讓這個地方 有一些空間跟景深的作用 所以在血液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要觀察的就是 空間有沒有製造出來 再就是說 我們的明暗 就是剛剛我講的龍蛋的部分 有沒有安排在這個畫面裡面 即便是不是很寫實的作用 但是他還是不缺明暗的分別 這樣回歸到這個素描的部分 所以素描也可以化成血液 血液的東西 重點是氣氛的東西 所以他看的是情感舒不舒服 那你說這一張歌劇院的話 就直接在現場洗身嗎 其實我是 那時候我是夜晚 然後我在 我想去洗身 但是那時候剛好要下雨 歌劇院的晚上很美 它的那種微氣息 在晚上是比白天更濃厚 但是我想要讓這個歌劇院 它有音樂性 因為它的感覺就是 晚上的那種裡面有很多那個 表演啊 有交響樂 有那種很多音樂性的東西啊 在這個 前面那個夏威力公園的那種氣氛 它整個結合的夜晚的風景的氣氛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鑽 可是呢 你又要呈現出 它有它夜晚的那個叫什麼氣質 對 所以我並不是用一個很寫實的畫面去表現 我是用一個有點像是色塊分割 然後我用一些比較血液的方法 把歌劇院的夜晚的氣氛呈現出來 包括它會有一些比較熱鬧的色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有很多繽紛的色塊的美術 來讓這個歌劇院 它晚上好像有一個表演 然後讓那種夜晚 就是比較感覺要下雨的那種潮濕的感覺 慢慢的凝聚起來 然後會 好像有一個盛道的眼中要出現 然後整個氣氛很好 光線也很美 那一種感覺這樣 它的特色 把它濃縮到這個血液的畫面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抽象的畫作 再請老師幫我正想 欣賞這個抽象畫的時候 它其實它是蠻內觀的 就是說 每個人在看抽象畫的時候 它會根據你自己的想法 而改變 所以每個人看抽象畫 看到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也會跟學人講說 你今天如果去欣賞抽象畫 你就是看你自己 覺得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少五集他畫抽象畫的 也是很多人問他說 老師你要畫什麼這樣 所以他最討厭 他是最不喜歡人家 跟他講說他是畫什麼 他就會講說 你覺得它是苗就是苗 你覺得它是花就是花 你看起來像什麼就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什麼都不懂 我們會從所謂的設計的概念 下去分析這個作品 譬如說點線面的概念 或者是我剛剛講的明亮的概念 因為很多抽象畫 它會用很多符號性的東西 去代表這個畫面 甚至說他用的是色塊 甚至說他用的是色塊 我們會用點線面來代錄 這樣是最容易理解 什麼是點線線什麼什麼 那代錄到這個畫面 他就會有一些輕重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遠近的問題 顏色比較亮的東西 他也可能會在比較前面 或是在比較後面 先去觀察一下 在這個畫面 它的點線面的安排位置 你才能夠比較清楚的知道 這個畫面 它的明暗的分配來怎麼樣 像我這一幅的話 就是會覺得就是說 這後面藍色跟比較淺的顏色 它感覺像是比較後面的空間 前面的咖啡色的部分 不想它是什麼東西沒有關係 但是你至少要先把空間的東西先去分開 比較下面的東西 它有一些比較瑣碎的色塊 或是一些線條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它也許是一種情緒 也許它是一首歌 也許它是某個能夠象徵 跟這個作者他內心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欣賞一幅抽象畫的時候 你可以先從你學到的東西 設計的基本原理 明暗的分別 先下去做一個粗略的分析 再來就是你要去看作者 他的成長背景 作者的成長背景 他至於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去呈現 這個抽象畫的作品 你會比較能夠跟他產生一些連結 看你的抽象畫 大概是很像這樣的感覺 推薦一下 就我們這幾年哪一些畫家 可以讓我們去學習 或是去領我之類的 近期的 在台語上的年輕的畫家當然蠻多的 就是很多出色的終身輩的前輩 也跟我在差不多年齡的畫家之外 那我會比較 有提出來的就是說 我覺得他 就是有一個突破性 或是他比較特殊的 大概就是 李在南 李老師 再來就是 陳允龍 陳老師 那這兩位老師 他們包括一些其他的 年輕藝術家 他們的一些碰通點 就是說 他們能夠 有更大的包容性 去接受更廣泛的美財 或是更廣泛的創作模式 然後把他們的所有的優勢 發展出來 然後去內化成自己的創作方式 前提就是說 你的基礎很重要 你沒有前面的那些 醞釀跟累積 你有沒有辦法 把你想到的東西去做 怎麼樣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 累積經驗 一直是在創作的 藝術家的這個路上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在創作中 通常是一個人去畫 會比較孤單 對不對 那我要如何讓我的作品 能夠被大家看見 然後甚至就是 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辦個展覽之類的話 那有沒有推薦哪些平台 或是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現在平台真的很多 網路上 或是說 知名的社群網站 都是一個分享的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展覽的場地 那現在展覽的場地 除了公家機關 文化中心之外 也越來越多 私人空間 他願意開放他的空間 讓藝術家去展覽 包括咖啡廳也好 或者是說 坊間的一些 私人的一些餐廳也好 甚至是家具堂也好 都是一個藝術家可以去 推廣他自己的作品的地方 那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說 你作品的質量 不管你接送神也好 或者是說你接到 私人空間 私人空間有私人空間的 可能負責人 他會想要去看你的作品 當你的質量不夠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說 你想開展就開展 他的質量要夠 再來就是 藝術家 經歷跟資歷夠不夠 通常這個都是他們 願不願意提供 場地給你的一些參考的重點 那我想問一下 文化中心 如果想進去 因為小時候我們去 逛文化中心美術館 對不對 最低要求要是 開各展好了 作品要幾件 平均大概是 十件到八十件左右 喔 差不多喔 差不多 因為他們的場地 其實上都是蠻完整 就是所謂的四四方方 然後四面都是橋 對 那如果是私人空間的話 可能大概十件裡面差不多 對 那文化中心 它主要就是一個 展覽的地方 所以你的數量 相對的就是要比較多 那也許還要比較大 通常我們 前一年或是前幾年 通常都是 每日每夜的一支創作 所以那時候 可能 你也不想跟朋友出去 所以朋友可能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家長可能 家人也可能就會說 你到底在忙什麼 然後看你怎樣 這樣子 跑來跑去 然後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怎麼覺得 創作藝術突然會 有一段時間很邊緣的 之類的 但是 你又覺得你好像被孤立了 這樣子 我想特別請問一下四位老師 如果針對沒靈感的時候 你是如何去找去靈感 沒有靈感啊 就趕快出去玩 原來出去玩就找靈感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知道怎麼說 出去玩 那就是說 當你今天 你沒有任何心情想要畫畫 你畫不出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 就是 放下你手邊所有的畫 然後呢 你也離開你的工作室 讓自己放好 包括你今天你想去 閱讀也好啦 或是說你想要去旅遊也好啦 想去看個電影啊 或是小朋友聊天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法 讓你去 去稍微放鬆一下 那也許當你在旅遊的過程當中 你又突然間想到一個東西 你可以去切入成你的創作的一個主軸 你又可以再回來創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完全沒辦法創作 我覺得你就是 公平是最好的 然後呢 趕快去做我們平常沒有做的事情 比如說 有什麼衣服沒有洗啊 地板你好久沒脫啊 不脫會脫啊 為什麼我們會提到 特別提到樂圖的東西 因為實際上 剛剛講的 吳冠宗老師 他人生最崇拜三年 第一個就是 魯迅 第二個就是范 第三個就是他太太 為什麼要講到魯迅 因為他覺得 藝術家不能沒有思想 畫面的東西 不管是不是抽象花 當觀賞者看到 他會因為這個畫面去想像他自己的東西 可是文字的東西他沒有畫面 文字的東西你看到之後 你的腦中是一個突破三維空間的一個想像力 所以文字 它可以讓這個思維邏景的東西 是一個更大的一個更開放的一個空間去衍生 所以我覺得 思想是在藝術家裡面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希望我的學生多閱 羅丹的藝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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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到一些關於他自己的一些創作的一些創作理念 他寫得很平易進來 像我剛才講到的 康丹斯基的藝術的精神性 他會講到藝術什麼樣的精神 他的精神性的意義在哪邊 再來就是漢堡的湯美 那他會幫你分析 美要從哪個地方去建設 那他寫得也會蠻平易進來 也會很容易懂 那他會從各個層面去切入不論欣賞的內 所以我覺得是蠻多書的 像蠻多書可以去參考來看 那這三本就是我覺得 最近看起來是可以給學生 是是是 自己作品在相當提升的過程中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畫一點 或是讓自己不要說一直卡關那麼久 這個部分我覺得他就是屬於比較個人的部分 你要突破你的一個新的創作畫面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一些觸發點 當你還沒有遇到這個觸發點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難去突破的 那至於要怎麼樣去接觸到這個觸發點 我覺得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封閉在畫架前面 你必須要去廣泛的去接觸外在的時間 你才有辦法去有機會去碰到那個觸發點 當你有一個觸發點 你要經過很多時間的去嘗試 你才能夠再突破你的畫面更上一層 所以當你遇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急 因為急不來 甚至有時候你可能是看你本書的時候 可以剛好找到那個觸發點 對,不一定 在創作的過程中 可能剛開始我們是在訓練過程中是領膜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今天領膜這位畫家 或是會有他的影子 對,那可能技術力提升的 可是覺得我逃離不出他的影子 我被侷限了 那我要畫出自己的風格 這要怎麼去找到 風格這個已經到所謂的藝術的成長歷程的後半段 當你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風格的時候 那已經是創作的很後面 那這跟怎麼關 跟藝術家的年齡一關 年齡就是跟我剛才講 你的創作的歷程累積 你的關係 當你還沒有到一個成熟 在這種累積的一個創作的過程當中 你們是沒有辦法把你所學的做一個內化 因為風格的東西 我覺得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並不是說我今天要刻意畫成什麼樣 它跟你的個性有關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內在的東西 所以當你一直充實你的內在 你一直去跟你自己對話 你感受多了 那你的風格自然而然就會慢慢變出來 不能把自己一直去 有一個有點像轉你我腳筋 就是我一定要找一個風格 因為你越是這樣子想 你越是沒辦法去突破 真的 所以你要是去充實你的內在 然後你才有辦法 慢慢把你的風格演化出來 我覺得這是演化出來的 並不是說不要刻意做這樣的風格 假設今天作品 兩件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是用油畫畫的 那另外一件呢 它是使用 數位微噴 噴出來的作品 但是呢 這噴出來的作品呢 我已經把檔案移除 全世界就只有這件作品 對 那請問一下老師 對這兩件作品 它的價值性 這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問過很多同學的回歸史 他們覺得 他們如果要收藏的話 他要選擇油畫那一幅 他不要數位微噴那一幅 對對對 那 就現在有一點 邏輯把檔案移除了 那請問老師 這個 這樣的價值性 這個問題 應該會慢慢地 一直被討論出來 因為現在 數位創作其實是一個 一個潮流 一個趨勢 所以 它的 價值性的東西 一定會 被提出來 跟 所謂的繪畫創作 所謂的攝影創作 他們做的討論 那我必須先從兩點下去 做一個講解 第一個就是材料選的部分 對 因為油畫它的材料是 直接從 我們的顏料罐擠出來 對 直接會在 畫布上面 那它的保存性 從16世紀開始 已經慢慢 有好幾個世紀的見證 就是說它能夠保存這麼久 所以 再怎麼樣選 人家一定會 對油畫的保存性 是不會有存疑的 可是在數位微噴的部分 它還沒有經過一個 世紀的考驗 所以沒有人能夠知道說 所謂的數位微噴 即便廠商再怎麼樣標發 它能夠保存很久 它能夠不受天空影響 壓力沒有人能夠完全保證說 它能夠存放多久 這是一個會被討論的問題 材料的部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我們電腦的作品 它是在螢幕上呈現 但是它出來 它出來的媒介 是用印刷的方法 如果說今天我們出來這個媒介 它是用不要用印刷的方法 它用另外一種方法去呈現 它會不會比較被接受 因為印刷人家就會聯想到不治平 所以就會覺得說 這印刷出來的東西 它是不是像不不不治平 即便說它已經沒有檔案了 它世界上就唯一這一招 可是我們還是會覺得 它的真實感是不是 沒有像之間呈現的這麼逼真 這個是一個欣欣的媒財 我們要說它是一個媒財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回顧到 所謂的呈現的部分 還有材料的部分 或者說我今天我在電腦上面畫 可是我出來 我是用電腦水彩的方法噴出來 會不會比較被接受 所以它基本的媒彩的落差 就已經會讓人家有選擇 並不是說這個藝術家 他創作的內部 或是他的內堂 沒有到達那個水準 並不是理理 大家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還沒有經過時間的討論 是啊 我們今天的 關於唐藝朗跟唐藝術 還有創作理念的發想這些 還有後續如果找尋靈感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先訪談到這邊 那後續如果同學你們想學話的話呢 我們下一網聯絡資訊 同學在一起在這邊 拜訪我們的陳薇老師 謝謝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囉 掰掰 謝謝掰掰 這是教室的班長 你看大家還要發了一下 好啦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是我收養 我收養的 對對對 領養代替購買非常重要